欢迎来到我们的Golden Studio 怎么咋都没枪得出来了呢 今天来到我们Golden Studio的 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Vivi还有Bob 来跟大家说一声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Bob 你们最近怎么样 我们才出了lockdown 现在在英国 先别说我们 先说你 先说我 我们不是去葡萄牙了吗 玩得怎么样 还行还行还挺好 你看我都晒黑了 天天躺海滩上 觉得葡萄牙还是挺不错的 挺适合 因为欧洲很多人都去西班牙度假嘛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那个地方呢 尤其是英国人 英国咱们也知道的 尤其咱们曼车斯特这边 又多雨又冷又风 去葡萄牙就是完全 我们从 一个月时间吧 大概 一滴雨都没有见到 这么好 每天都是阳光 对每天都是大太阳 没有一朵云 就是已经到晴朗到这种地步了 具体去葡萄牙那儿了 去了里斯本 然后去了南部的那个Farrow 然后顺便呢 卡洛有一个朋友 在那个葡萄牙居住嘛 所以我们就去葡萄牙的那个 南方也拜访了他一下 所以还是挺不错的 那那边天气就是每天都是说很热 还是你觉得温度比较适中 三十度 我觉得就是因为葡萄牙 我们去的地方比较靠海嘛 所以靠海的地方 它稍微还是好一点的 就是比如说白天的话 可能大概三十一三十二度 晚上的话就降到二十四二十五度 就稍微披个外套就可以了 真是在漫长就没有这么好的天气 对对对 在我们都懂的 在英国就想不到这种服务 还有别的什么收获啊 不过我确实在葡萄牙这次去 还是收获还是挺大的 除了去玩啊 我们顺便也看了一下 就是有关于工作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发现呢 在葡萄牙有一个叫 Golden Visa的这个项目 这个呢还是挺吸引人的 它那个细节呢 主要就是你在葡萄牙 花五十万欧元以上 甚至以上 就买或者买一套住房啊 或者是投资啊 你就可以拿一个五年的这个居住权 然后五年居住权之后呢 就可以你可以申请入籍 葡萄牙入籍 或者是你可以申请一个十年的这个居住权 可以不限期的往下延期 这个投资是不限任何形式的吗 就是任何形不限任何形式的 不限任何形式的 但是最好了肯定是肯定是买房子 肯定是最好的 对 因为你想你到英国来肯定不一样 到英国的话 你可能要买国债 或者是投资到什么企业中去 如果说你要是住房 要买车的话 你还要再另花钱 是 你到葡萄牙的话 你直接这五五十万 这个欧元 这个一下子就花下去 花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有个房子 那房子呢 他们也 其实他们政府也知道 你在那买房 也不可能一直在那常年居住了 大部分就是 可能就是去 夏天去度度假 或者是一年 大概待个几个星期 或者是几天这种样子 所以呢 他们这个呢 不像咱们英国这边啊 你申请了这个签证之后呢 可能要至少在英国 可能要住个180天吧 对 英国这种事是这样 对 但是在葡萄牙呢 就是他第一年的话 就只要住7天 第二年呢 住14天 他就不停的这样子再加 然后第三年再加7天 就21天 然后再加7天 他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知道 你们在葡萄牙不可能 就是一直是在这个地方居住的 那么你的房子呢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自己住 出租 对 或者出租 那 那不是商业房 比住房还要更好一点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商业房 会更划算一点吧 对 因为你平时就是可以 你住出去之后呢 你还自己还有一份收入嘛 对 嗯 他这个也不是 那这个是很好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5年之后 5年之后的话 你是选择 要不然就是继续续签 这个 resist car 对吧 就是居留的这个权 对 或者是入籍 对 如果 因为你看像我们中国都是 就是只支持 就是一本那个护照 对 而且我们都不会放弃自己的 对 对 所以可能大家更多都会去选择 就是居留 对 在英国是有永居的 在那边就没有永居 对吧 对 他必须是10年以前 10年以前 对 对 他是这样子 一直你可以10年10年这样签 但是签了以后呢 他你是这样子的 他5年这个居住权呢 完了以后 如果不选择入籍 他就是10年的这个 继续往下签 就是签永居了 那么永居的话呢 你可以如果说你不住在西班牙 葡萄牙的话 你可以去怎么说呢 你可以去申请一个叫 non-habitual resident 他就相当于是无居住的那种 这种居住卡 永居卡 那么呢 他一年呢 会付很少很少的税 将近是1.8或者是零 这种税 就不用浇太多的税 那么你有了这个卡之后呢 你相当于是欧洲的18个深耕的国家 你去哪都可以居住 都可以 那就是等于说投资500K 对 在葡萄牙有了个房子 对 然后还有了免费的深耕签 对 然后这个深耕还跟你的葡萄牙的居住权 这个年限是一样的 对 对对 是一样的 那是很好 还是很不错的 对 而且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拿到这个居住权的除了是不是像英国一样 就是除了选举权和被决选举权 其他的权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他那边是有医疗免费还是 在欧洲的话医疗是好像是要付医保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欧洲的话 但是你只要是拿到了这个永居的卡 你就可以跟享受跟欧盟就是当地的居民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那他们就上学 孩子是不是在公立学校上学是免费的呀 对对 然后并且就是有他的那个欧洲的那个居留卡之后 比如说申请就是任意就是欧盟国家内的学校的话 也都是说就是按照欧盟的规则来就可能上学的费用就会减免 对对对 尤其是比如说你像英国 咱们现在不是说英国嘛 一月底可能脱欧嘛 但是具体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也不知道 这个之前或者是也许没有脱欧 他不会脱欧之后 你你是拿了这个这个永居卡的话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欧盟的一个成员 是 你就相当于一个居民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小孩上学 特别是上大学啊 对 那会便宜很多 会便宜很多 因为欧盟内的成员去读大学要比欧盟外人差不多便宜一半一小 对 像9200欧吧 200磅 对吧 然后咱们来的话 就是至少20 20多 对对 对 就是往上走 对 20多千 对对对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政策它不会改变吧 不会说比如说 嗯 因为政府的那个政策经常是会改变的嘛 是是 比如说我买完了这个房子第一个五年就结束了 然后我选择继续就是再续签 那这个时候如果政府的政策变了的话会不会影响说哦我就不可以再续签了就是这个可能 其实这个这个的话呢因为它政府它每年的这个法案都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像目前情况看来因为葡萄牙毕竟还没有到达咱们这边英国的这个程度 因为他们还是需要更多吸引更多更多的这个人来投资的外来人来投资所以他们暂时不会改变这个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呢是才才才出来的啊就这应该不太会就这近两年才出来的对因为他们发现就是呃很多呃就是比如说中国人啊或者是俄罗斯的或者是什么啊巴基斯坦或者印度的他们比较有钱或独拜 在迪拜那边的他们呢就去那个英国嗯去去投资然后可能也有去西班牙投资的也非常多嗯然后他们就看到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邻国嘛嗯然后发现西班牙的国那边发展的非常好所以他们这边也开始开放了这种然后吸引这种投资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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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500k是只能去投资一个项目呢还是说总的加起来就500k就可以是总的加起来就比如说你想买一个房子 比如说你想买一个3million的这种房子这个房子你500k是至少的对吧如果说你想买两套房子比如说一个房子可能200k一个房子300k那加在一起是500k那就是ok的只要你总额在这个里面那这500k我可以买很多很多小的房子就特别是买到葡萄牙大学城旁边然后这样就你可以出租啊比如说买10个flat对买10个这种这种小房间然后全都全都租出去 这样我还能得五年的生根签五年之后啊再去签然后就生根签一直一直有生根签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附近的房子一般也都不便宜对对但但总体来说总有人租是是是是是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葡萄牙的这个房价比这个西班牙还有英国的要低很多很多 我们在这个就是当时我在葡萄牙我了解这个golden visa这个这个program的这个时候呢是在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公司里面了解到的 因为他们不仅是做这个房地产他们还做他们有特有的律师专门去做这个golden visa 因为他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人来买他们的房子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是很高很贵的 然后来买他们那个房子呢他们就是肯定是需要做这个签证这个项目的嘛 所以他们就一一龙试一条试着就这样包了包了以后他们就跟我说啊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啊就是找他们专门做这个东西的 嗯好哦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呃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老人假如说他想投资这个房子但是他的孩子可能也许超过了18周岁 对因为我知道在英国如果你在英国南永居但是你的孩子已经超过18周岁了你是无法带过来的嗯嗯啊那在葡萄牙的话也是这样吗 他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是一人呃一人投资全家领证相当于是这种样子领卡领证就比如说你们夫妻 嗯然后你们也有爸爸妈妈对威威有爸爸妈妈爸爸你也有爸爸妈妈妈然后你们还有还有孩子 对那么你们就可以就比如说你们其中一个人投资在葡萄牙投资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永居的这个卡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你们的孩子都是可以拿的 但是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直系亲属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哪怕超过18周岁他也可以来对吧对对对 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可以的对对那这个好太多了 你说英国如果不脱去葡萄牙投资到时候送了就可以来英国 对对对对这是一种方方式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是没有加入国籍的啊 那比如说你选择加入国籍了因为最近呢葡萄牙跟马把葡萄牙跟美国呢 他签订了一个新的条款是专门促进葡萄牙的公民去美国发展的 嗯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入比如说入了葡萄牙的籍那你有这个护照 你就可以去美国做生意或者是入职嗯这都是非常方便的就是直接可以过去 嗯他不需要呃就是更多的这个投资或者更多的手续哦 对所以那那我所以我我想再问一下就刚才你说的呃可以携带父母和孩子过来的这个事情 嗯就比如说就因为我和爸爸我们是夫妻嘛对假如我我们买了一个房产 就是是不是说需要算在我们两个人名字这样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能过来 还是只能说算一房就比如说我来付了这个房产就只能是我们的孩子和我的父母 就是我想知道这个区别是这样的你们俩已经是夫妻关系了 对对在国外也是合法公正的对所以你们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嗯你买了房子你夫妻嗯另一半是可以过来的嗯配偶是可以过来的嗯然后同时配偶的父母也是可以过来的 对对所以不需要买在谁名下就是我们的双方的父母都可以来我们孩子也可以来 对对哇那这个真的含金量很高了对对所以才只有50万欧元对核算下来人民币也就400万对多一点点 对对而且你这个他这个房价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房价我刚才再回到那个话题上 嗯就是房价的话他们呃就是呃发我我就看了他们其中有一个就是正在卖的这个嗯房子大概是7个卧室 这个呢很大的一个就是你在好好莱坞啊或者是到洛杉矶去看的大概可能要呃15million的这种普京million的这种价位的在他那卖就是3 million 3 million嗯哇这属于这这都不像一般的house应该是mansion对对对对这个级别都已经到 3 million你想想你要如果说花个五十欧的呃五五十万呃这个欧元的话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还是还是很好的对对而且 特别是可以分开去买对对对得了一套房对你还有了相当于呃我们双方父母的一个来这边的一个永久吧就是说一个长期的一个 是一个签证对很方便然后他在这边随便旅游了就可以对对对在欧洲十八个国家就要申请一次才两一年两年的这个 深根钱对对对不用花太多的费用就真的很好对对对对然后你们比如说你要去机场你走那个通道咱们不都是走那个外国护照通道吗你有这个卡你就可以直接走这个欧盟的这个通道很方便 哇真的我记得每一次排行的时候都是欧盟先走对走快速通道对然后我们都要这个其实其实是对于各国家也也都是这样感觉你回邹国也是咱们优先对对对所以就是哎还是我还是每个国家都是有自己的那但是如果你不你不改变国籍的话其实这种方法是还是这样还是挺好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还是很能吸引很多的国内的呃人来出来就去自行投资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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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还是很能吸引很多的国内的呃人来出来就去自行投资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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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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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不是已经买到了这个房子吗然后那我前五年我是否可以再拿这个房子来抵押贷款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它呃它其实也是一种促进消费的形式啦比如说你要呃你是想用房子来做抵押贷款还是你是想去注放贷 В型号贷款去做房贷因为我知道第一趟房肯定是无法做房贷的因为你必须必须很开 Christmas size,这 من那个人像是做房贷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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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必须我拿出来 500k 对 就50万的欧元 然后我才能拿到这个账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我也详细问了一下 这个有关于这个房贷的问题 他们呢就是这么说 比如说你想买一个房子 大概可能是1 million 那么你掏出一万的钱 50万500k 然后因为它毕竟最少的话 它这个标准就在500k 所以你必须要付到500k 那么你剩下的500k呢 你可以选择做这个mortgage 可以做这个房贷 对 但是可能呢 因为毕竟人不在这个国家里面 可能没有收入会相对困难一点 但如果说你能有证明足够的存款的话 那么对他们来说可能会稍微容易一些 对对对 但是就是在你这五年 这个resident这个期间呢 你的这个房子不能卖掉 对 这个500k也不能撤销这个出国 不然的话你这个 它马上就会把你这个游泳机卡给收掉 如果不去住的话 还是租房比较就租出去 对对对 就很合适了 你想葡萄牙每年都有几百万的人 几千万的人去旅游 如果说你买一个我们看的那个地方呢 是叫Argov 可以你们回去查一下 它是属于葡萄牙的一个富人的那个 一个province就像一个省一样的 还是很漂亮的 那个地方呢就是靠海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呢气温也非常适宜 房子也非常漂亮 然后天气全年也非常好 所以你要是租出去的话 你不仅可以租给中国人 你可以租给外国人 或者是你可以坐Airbnb 然后你就每年的话 你这个春夏天这个时代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就是在意的就是 我是否可以说我在那五年内 我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 然后我来换贷款 然后去做投资别的事情 比如说我想开个公司 然后我拿这个房子来做抵押 这样可以吗 这样的话 这个的话我还得好好问一下 他们那边的这个律师 其实你有500K 你如果不想去投资房子的话 你其实500K 你可以直接就去那边投资 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啊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我已经投资到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能拿到这个房子 来带到更多的款 我不是就是相当于 我的这个现金流又有活动了吗 我又可以再做别的事情 对我明白他的意思 对 然后而且我还可以这个房子呢 租出去 来获得这样的 这可能就是效益最大了 对对对 那这个我要仔细的 要再去问一下 这点我还证明 我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那么我们下一次 再录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你 对对对 那那咱们再说说 不仅我去了葡萄牙 我还去了西班牙 其实西班牙呢 也有同样的 这个Golden Visa 这个项目 但是呢 它的条条框框 会比 会比葡萄牙 可能要稍微延一点 因为它毕竟已经 吸收了很多投资的人 所以他们想要 就是不是像葡萄牙 这种刚开始嘛 所以他们想过滤 一种更好的那种投资 那也是 葡萄牙的如果没有西班牙的好 那打不过人家 对对对 对 它就是不但是你如果说去葡萄牙投资的话 你也可以你有这种居卡 你就可以去西班牙居住嘛 都是一样的 无所谓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通道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那这个葡萄牙的这个真的很好了 已经 对对 相比英国来讲 我觉得英国好苛刻 是是 你想Bob Bob你是在这怎么留下来的 你说 我我现在还是在读博啊 读博所以就 所以拿了TI4的Visa TI4的Visa去就留下来 就它这个Visa就是 因为是博士期间 就cover掉了你整个博士期间的这样一个 一个时间 然后博士毕业了以后 一旦我的最终博士毕业论文交上去 是 然后基本上我这个签证就到期了 到时候可能就需要找工作去换工作钱 对 就英国这个签证的转换啊 还是什么 还是很麻烦的 对还是很麻烦的 就比别的国家 这可能是因为英国有钱 对 英国有钱 所以它就 对 它是会给你们下 这个下调调调调的这种东西 其实越有钱的国家反而就越 对越难一点 越越越难吧 对对对对 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刚刚开始的嘛 想吸引投资的 对对 那那你想你拿了你拿了这个 你现在已经在这读了几年了三四年 我马上要毕业了 四年了相当于 然后再拿一个工钱 工钱又要五年 然后才可以去拿去申请永局 对啊 才能换永局 那就相当于十年的时间 而且你十年之间 你在这不仅花了学费 然后还花了房费 还有那个交通的 还有这种各种生活费 特别多的钱 所以总总额加起来 我觉得还是不如那种 划算 对对对 总额加起来 就是说车费房费 然后学费 就如果是自己付自己学费的话 是 就加起来 离那500K也差不了多少了 是 对 差不多 差不多哈 其实你这样算一下来 就是的 然后而且并没有说 得到一个有效的 签证的保证 以及父母孩子 对对 并不能说 就是伴随 像你们现在这样的话 父母可以 应该可以 现在是 父母只能在这边待半年 一年的时间待半年 相当于探亲 对探亲 但就不会说 像那个葡萄牙 你可以随便来居住 对对对 它是没有那种居住权的 没有一个时间限制 上次给我妈办签证 它是签证时期 时期是两年 就是可以来多次 但每次最多待半年 是 它还是有很大的限制 对 还是有很大限制 所以这个国家不缺钱的 它确实就缺条款会比较多 确实是 确实是 所以相比之下的话 葡萄牙的这个GOLDEN VISA 真的很合适 是是是 性价比也很高 你是几几年来的 我是14年来的 14年 我16年来的 那咱们就差两年呗 反正你刚来的时候 也是学生 我也是学生 我是什么 我是国内的一个大学 有一个交换生的项目 然后是3加1 3加1 对等于相当于是最后一年 我是来英国读 读它的那个Final Year 然后拿两个这个本科的这个Degree 然后完了以后呢 可以再申请一个那个硕士的Degree 但是我是换了城市的 我之前是在南部的一个城市 然后再到这 南部比北部好吧 对 南部是挺平 确实比较牵液 对 一年没有这么多雨 我自从来了曼徹斯特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雨的城市 所以回去跟卡罗说 快快再去南部 对 确实我觉得有时候 还是可以去南部休息休息的 对 因为南部还是必要 对 你马上不是也要去埃克塞特了吗 对 我真的是去埃克塞特以后 怎么怎么讲 英国埃克塞特就跟曼城比 其实天气好一点 对 但其实就是个村 对 经济发展肯定不如 跟曼城不一样吗 对 对 但你会回来吗 每个月 我可能 对 应该是 没两周回了一下吧 然后到那边准备是买个车 然后到时候就开回来 因为现在是 疫情期间 可能尽量避免坐火车 对 对 然后再一个是 因为英国是这样 如果你在曼城这种 比较大城市生活的话 比如说大学就在市中心的话 其实很方便了 但是在 埃克塞特这种地方 就是相比于曼城 曼城市来讲 并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大的城市 对 所以到时候如果 住在城市周边的话 就是一定要买车 对对对 上下学也方便 这样你买车的话呢 以后后面 咱们还要讲 下一期我们还得再讲 有关于生活购物的问题 也会便利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 所以感谢今天Vivi 感谢Bob 来到我们这个Golden Studio 谢谢 下次再见 对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